因為不管是蘋果輝達超微高通等等 包括博通的科技大廠都需要他代工 所以他說這個你搶了我的工作 事實上你也不可能不交給他做 而且台積電也在美國打造三座晶圓廠 投資六百五十一美 已經表態 我是真的蓋廠蓋出來 不是給你挖土而已 蓋的是非常好的廠 亞利桑那州廠 出奇的良率竟然超過臺灣同類型 這真的嗎 你可以相信嗎 這個美國人做的 對 有比我們的臺積電工程師 這個就是做的良率 這個就是表態 所以臺積電應該是受惠了 基本上來講 他可以幫助美國 我已經表態了 美國再次偉大 因為這些經費沒有他做 那就求了 你一直恐嚇我就真的說不過去 該表態就要表態 就像我這個領帶 紅色 該表態就共和黨 這個關鍵時刻 要站對位置 另外像細微 像包括這個輝達 超微 這個intel AIPC的韌體 因為這些要做得好 賣到全世界都需要 我們的供應鏈 所以其實我覺得 關鍵的零組件 關鍵的供應鏈 都算是受惠 是 那只要說你可以配合他 變得是說國際上的 像AI伺服器的OpenBMC 他也是優先受惠股 另外我們看一下保瑞的部分 基本上 生技的 對 因為川普是說 減少干預藥價 減化FDA的規定 加速學民藥的核准 這個基本上來講 對學民藥的生產 是相對的利多 所以保瑞的部分也可以留意 而且他併購的 有些場市在美國 所以這個部分 也可以跨入美國的商機 上癮的部分 因為川普強調 從政美國的製造業 所以自動化工具機會受惠 加上景氣也翻揚 另外像智邦的部分 主要是受惠於去中化的政策 尤其是乾淨網路的政策 很多的網通設備 要非中國的生產 這不來講 智邦就會受惠 另外美中對抗的加劇之下 金星科會受惠 因為加強封鎖中國的半導體 所以中國會轉向Rex-5 這種不會受到控制的架構 那這不來講 就是聯發科旗下的金星科會受惠 所以假如下個禮拜 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禮拜三 禮拜三 應該我們邊看盤邊看開票 就知道了 開票加看盤 那如果說川普勝選的話 我想相關的概念股 都可以做留意 謝謝俊敏告訴大家 好這樣講的話 投資朋友在想 川普是大家心頭大患嗎 是台積電脖子上的那一刀嗎 其實不一定 說不定反而對我們來講 還是有一個題材受惠的 因為以往的經驗來看 川普也當過總統 當時的股市表現 其實也不差了 不用太擔心那麼多嗎 待會回到現場則講到就是這個時候的關鍵倒數即將要攤牌了 就是美國的選舉 但是在買嗎 跌到這裡還能買嗎 還有在這裡跌到這裡該不該買呢 待會也要告訴大家怎麼看這時候的在市 月月配的飛頭等在最近反而特別的抗跌特別的吸金 為什麼呢 是不是跟月月配這三個字有關呢 馬上回來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